好,下面我们继续开始上课 上课我们讲到用这个机关还原码来制造辅助函数 从而用偶尔定理证明相关问题 在此之前我们用的是求导公式的利用法 所以两种方法都很重要 我们继续来谈这个问题 那么上课我们讲到了这两个例子 一个是证明拉格拉日中词定理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 在英语考试当中已经作为证明题考过了 这是当时的考题 那么我们又做了一个关于科技中词定理的证明 这个大家呢,我是做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然后辅助函数写完了,大家自己来做 我们把这个过程简单的来看一下 第一,如果大家用基本还原码 第一步将预证结论中的可塞改写成S 然后通过两边一起积分 我们说了,为了制造出来一个辅助函数即可 所以另这个积分长数C为0,取其一个原码数 对不对,我不需要那么多,找一个就够了 然后第三步呢,一项是等式一端得零,另外一端辅助函数 由于有了力和链的这个分析,我们下面看一道实际的综合性的实体 我们来看看另第三吧 假如说FG,两个函数在AB上二级可导 且G的两节导数不得零 FA等FB等GA等GB等 请你证明第一,认给X数AB的区间内部 这个GX是不得零的 第二点,请你证明存在可塞数AB 使得下面是成立 大家注意啊,这个含有可塞的这种啊 比如说,这叫传统性中置定理问题 传统性中置定理问题是32年来考验数学命题的一个重要方向 虽然近几年考试命题的频率就逐渐降低 是吧,就是传统考题考的不多 但是来讲的话呢,这种题目的训练是非常有益的 两点,第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去使用考验大纲的基本定理 这是对于你提高定理的认识和实用是很有帮助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不排除今年年底再考回这种传统题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种题还是要好好地去复习 比如说,这样的第一问 大家如果题目做多了 请你证明一个函数某一个性质 什么性质呢?不是零 大家看啊,它的两端是个零点啊 对吧,今天GX都零 它正中间不是零 这个不好证,哪有证不是零 各位怎么说?这一般是什么法? 这一般是反正法 一,反正法 这一般是反正 这九道大体里头 反正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这个大家要保证 反正就是说,任给点在这里面都不得了 那大家想,它的对立实践是什么? 存在一个点是零 罗尔定理的使用,罗尔定理来,为什么罗尔定理来呢?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在区间里啊,这个A点处 Ga是零 B点处 Gb是零是吧 那么X零点处 我们发现GX零也是零的话 那自然大家会发现 是不是这两点含出之相同 是不是啊? 所以由 Ga等于GX零 到另几天 这就用罗尔了吧 用一次罗尔定理 只要A点和X点相 那么G自然就存在可适一 使得G1'可适一 是个得理 这是罗尔定理 对不对? 那么由于X零和B 含出之相同 GX零又等于GB 那么利己推 用罗尔定理 那么这样的话 这就出现一个可适二 那么就说 出现G1'可适二 是得理 那么由于这里的可适一 是包含于AX零之内的 可适二是包含于AX零B内的 所以可适一和可适一 一定是不相认的 对不对大家? 一定是不相认的 那么这两点不同 那么这两点不同的话 大家注意 由于G1'可适一等零 G1'可适一等零 大家想 这两点是不是又可以用一次罗尔定理 这个罗尔定理就升级了 因为我现在是怎么说呢? 是G1'可适一等于G1'可适一等零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根据罗尔定理 我们升一级 因为对于这个问题来讲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G这个函数 对不对大家? 那对于底下这个要入二地 我研究最后是谁 是鸡皮 所以说 那么这样我会得到 既良编可塞 由于这个题目呢 最后由于正可塞 所以为了避免字母混淆 比如说我写一个 以塔 是个德里 可以吧 那么这样我存在以塔 是介于 属于可塞一到可塞二之间的 安科这一片老师 这个屏幕上的这一段 是在十年前 20072008 那个年代 最爱考的考一题 就这种题 就这三段论 三次如二定理 让你正高阶岛数得理 大家看什么呢 是不是这种二阶岛 二阶岛是个高阶岛 证明存在可塞 中止点史的高阶岛数得理 他就是这个 这个容二定理 一次一次累积出来 对吧 而且作为考试来讲 事不过三 他也不会为难学生 出现14次 同一个定理 所以一般就是三次 那这以前我们说 这叫什么呢 叫画笑脸 这两个眼睛 这有一嘴巴 大家一开心 就停转了 07年08年 连续两年 是这种考题 大家要注意啊 说十年前的考题 十年之内不怎么考 突然来杀个鬼马枪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大家以后啊 研究历年争取的时候 你要把握住 各阶段的考题的一个特点 这个是有利于 你在考验当天 做一个什么 思维的检索 思维检索 你看 我再说一下 考验考了32年了 这么大的一个提醒比例上来讲 几乎所有的思路都考验了 所以把握好真题的思路 对大家来讲很重要 尤其像基础年 那么它会比较回馈一些 传统一些的问题 那么你只要把握到 另一年真题的思路 这个对你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不信大家去做做看啊 这个里面就出现了 好 但是别忘了 我这是反正法是吧 反正法是什么呢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才会有接下来的 整个这个三个罗尔定例 对不对 那最好 这一段是不是包含于 我们的AB啊 对吧 一塔是在AB里头的 那么是不是就出现了 一塔两级导书的等领吧 当题目怎么说 题目说 整个训练的二级导书 是不是不等领啊 计量连续是不等领的 你现在根据你的反正的假设 就出现等领的情况 各位是不是出现了矛盾 立即推 矛盾 请回答我 最后一个握手是谁 哎 就你红笔这写的假设 对吧 只要出现一个点 使得GX整理 是不是就出现矛盾 够 证明完毕 这我就不带握手了啊 证明 证明完了 那就说 反正不成立 反正不成立呢 GX在整个区间上 内部 是不是都不得理 对吧 都不得理 这一段很重要啊 这道题是一个中性考题 以前考试来讲的话 就是这一段屏幕 剩下就能考一个大题的这个样子了 大题了 好 接下来看第二个 这个问题就擦掉了啊 这个问题擦掉了 这倒是比较经典的啊 在十年前看来 同学们做中题很辛苦 可是十年之后 大家看这个东西 就是相对来讲 是吧 简单多了 第二个问题 请证明 存在可塞 使得 F可塞 比G可塞 那么 改于F两别可塞 比G两可塞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训练啊 主要是要训练大家 在七分团圆法 同学告诉我 对于商的形式 我们一般要怎样 是不是改成成绩的形式啊 就不要用商去做积分 因为成绩做积分 是相当方便的 所以第二个 第二个 首先第一步 改写是吧 一 我们把可塞改写成什么 X 这样的话立即就写成了 FX 我再说一遍啊 大家就不用处法了 怎么写呢 直接成开是吧 左上乘右下啊 叫乘以G两比X 是不是等于 右上乘左下 是不是叫GX乘以F两比X 各位是这样吗 直接乘下啊 就他乘以他 他乘以他 就不要再写除法啊 我们这一步到位了 第二个话呢 第二个 两边一起怎么样 做一次不定积分 令常数C 积分上C 这里 听到没有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叫做积分 FX G两比X DX 就等于积分 GX F两比X DX 对吧大家 这儿呢 我们用一下分布积分法 我们很快就讲到了啊 很快下一讲 我们就涉及到整个的不定积分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我们接下来一个重要任务啊 就是要求大家 在基础阶段 一定要把不定积分 做到极致 不过这个任务 不是到强化办法做啊 不是到了强化阶段的时候 我在搞积分 你在基础阶段 一定要把积分做舒坦 所以我后面会有大篇 后来讲 四大基本积分法 大家一定要重视啊 这提前说一下 提前说一下 大家知道有一个基本积分公式啊 我查报这写一下啊 超高纸写一下 这儿啊 叫积分 U底V 等于UV 减去积分 V底U 我提前说一下 不知道 你就提前先写一下 我们待会儿 我详细去讲这个东西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基本逻辑 谁当U 这以后 后面说是吧 对于具体函数来讲 那我们有个口诀 这叫反对密指三 或者叫反对密三指是吧 这个后面是后话啊 对于抽象分数来讲 不是这样说的啊 对于抽象分数来讲的话呢 那我这个题目呢 是谁去当U 谁去当底位 你要看具体情况来讲 是吧 那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啊 大家看这个 我这里面是个G2撇DX啊 那大家知道啊 这里面是GF2撇DX是吧 按道理来说的这种方法呢 那么这里面好积分是吧 因为它实现是球导啊 球导呢 就是抽象符合来讲 它就好积分啊 因为大家想啊 G1撇X G2撇X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G1撇X 然后D比DX 对不对 大家懂这道理啊 就在G分维分的关系上来讲吧 这一撇呢 实际就是D比DX 对不对大家 所以你这一撇 要写成D比DX的话呢 你要给我写这个符号啊 那一撇就是D比DX 如果你这样给我写的话 大家来算一下啊 那么于是的话呢 G2撇 我写这你看啊 那么G2撇XDX 是不是两边就是乘DX 那这样乘DX 是不是DXDXP 听懂的是吧 所以实际上这个是谁 是不是叫DG一片 能听懂吗 能听懂啊 就是学会 学会做这个基本运算啊 G2.X放后面去 就凑合一份啊 这些凑合一份 凑合成DG一片 是吧 DG一片 能听懂吗 好那这样的话呢 左边就写成了 G分 FXD DG一片X 等于G分 DGX 这会写吧 会写吧 告诉我 F2撇X等于什么 是不是F1撇X 再D比DX 对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再乘以后面的DX 再乘以后面的DX 当然想这个DX 已经约定了 是不是F2撇X DX等于DF1撇X啊 所以叫DF1撇X 是吧 这个基本道理 大家要懂啊 提前说了 所以我就说的细一点 如果讲过后面的积分法了 这我不可能再停留 因为很简单 好 大家一起来背 积分 UDV 代表 UV FX 乘以G一片X 减距积分 VDU 听到吧 VDU呢 就是G一片X 是V拿起来 DU 是不是DF啊 DF写成谁 F一片X DX 可以吧 或者你就直接写DF X也行 当然我这儿写出来 主要是为了 待会儿运算上好约分啊 好了 这一段写完了啊 那么它就等于 大家看右边啊 就等于 看这边 这边也是积分UDV 是吧 所以就为了 GX乘以F一片X 然后减去积分 VDU 为什么叫F一片X啊 DU是DGS啊 DGS是什么 G一片X DX 对不对大家 从中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两个一条 对吧 这两个分布经法 甩出来的那积分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乘法具有交换率 听懂吗 那一样的话呢 那就是变成了 FX G E 比 X 就等于G X F一比 X 对吧 大家 我们已经令那个积分 长数C等于几了 等于零了 大家就发现 没有在旁边 就写下C 是吧 不写了 沿着按照这个三步取取走啊 第一步把可塞 盖写成X 第二步两边一起积分 做一次不定积分 令长数C等零 然后第三步说 怎么写来的 按照基本反应法 是不是一项 一项过来 是等式一段等零 另外一端 就G为辅助函数 所以我们令 大FX 就等于 小FX 乘以G E比X 再减去 GX 乘以F E比X 此G为辅助函数 这就是辅助函数 对了吧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写到这儿的话呢 接下来继续使用无二定理 根据一支条件 大家看条件当中啊 我们是还有哪些没有用的 你发现没 小FA是不是得理 小FB是不是得理 对不对大家 还有GAGB 在那点是不是都得理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来验证谁 是不是先看FB了 FA了 我就按FA算开始啊 FA等于 是不是就小FA 乘以G1'A 减去GA 乘以F1'A 对吧大家 好 告诉我 F也什么得理 G也什么得理 那么这样 又这两个得理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得理 对了吗 同样道理 FB 验证一下 它等于小FB 乘以G1'B 再减去 然后那么GB 乘以F1'B 大家最后上面带啊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由于小FB和GB 动点 算不算 就是这里 好 根据FA和FB 两点相等 函数字相同 根据ROR定点 我们得到 F1'B FB和C 是带领的 那这样的话就得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介绍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从写着 或者从哪个开始写着 是不是从这部写就可以了 这是你答案的起点 这是答案的起点 你前面那些分析过程是不需要的 是不是 大家直接这样做就可以了 这条题目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这个 所谓的结尾性质的东西 作为一个ROR定理使用的一个中核性试题 大家总之要注意啊 ROR定理的使用主要就两个难点 第一个是辅助函数的制造 对不对 这个在前面我们也讲了两大方法 我提醒一下 在近几年考验中用的更多的 不是基本考验法 这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方法 而是什么 秋导公式利用法 包括在去年2017年考试 依然用的是秋导公式利用法 对不对 这道题在这儿 我们在上节课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就这个题啊 就这道题 助力之前的这道题 这个立体二就是2017年的考题 然后大家用的时候 这个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就很简单就可以凑出来 抽到我们出例子 是吧 叫UV乘级的导数 等于UVV加UVP 是吧大家 要学会这个 就是你学会积累 这个在上节课的时候 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大家要学会倒着去想 这个利用啊 要学会倒着去想 我认为大家要做个比较 方法一是重点 方法二是辅助 基本还原法是辅助 这个是对我们对罗二定理的一个分析 好 我们就说到这里 在基础阶段讲到这儿就可以了 不过说一下这个 各个阶段的认识啊 你在基础班的时候 要把我们讲的十大基本定理 非常清晰的做好各种其形的训练 分门别离的 比如说我现在讲的罗二定理是吧 我们讲罗二定理是什么 罗二定理怎么用 这个我们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 到了强化阶段 你就不能干什么了 那个时候就做综合性的训练 那就不是 那我们的好多定理接得起来去 对不对 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一个学 所以阶段不同 阶段不同 大家不要等到到了强化阶 才开始正式学罗二定理 一点一点的学 然后再做这种2017年考题 我恐怕你这个程序上来讲 就有点赶不上了 赶不上了 这是第一个 叫罗二定理 我们说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讲 拉格朗日中式定理 大家翻讲一翻回来 我们看回讲义的定理 这个七 我们看回讲义的定理七 这个内容在 二十页是吧 定理七 拉格朗日中式定理 人我介绍过了 这个我再啰嗦了 这我其他的 我再查掉了 人介绍过了 定理大家是不是也证过了 这个我们就不再啰嗦了 下面的问题 就是拉格朗日中式定理给整区 我们下面来看看 拉格朗日中式定理 我这样说 对于任何一个基本定理来讲 大家要把那些防温乳节 什么意思呢 就文字描述性的东西 你不要去看它的 大家想一个基本问题 如果FX满足 必须进来续开俊课的 我们把它跟罗尔定理稍微对一下 它比罗尔定理 是不是少了一个FA等于FB的条件 像上节我们就说过了 如果出现FA等FB 大家在结论上看 FA等FB 是不是这个就得理了 是不是就回到罗尔定理去 相当于说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呢 是罗尔定理的推广 或者说罗尔定理的一般化 一般化什么 如果FA不一定等FB 是不是大家一定会用这个式子承认 是吧 你觉得FB可塞不是一个简单的零 而是FB减何也比相比减 但挺好啊 你现在要记的就是这一个式子 或者说 你最多把可塞的存在性 把它写进来 你需要背的 你需要去背在心中的 就是这个公式 我念一遍 存在可塞水平 对于考验改修的函数 一定会满足B区进来去开俊课道 如果它不满足的话 这个中枝定理题目又出错了 是吧 这是初级人要考虑的 不是你要考虑的 所以你要背的实际上只有理论 记住了 叫做FB减肥比相B减肥 函数差值比相质量差值 等于FB减肥 是吧 好 你想啊 如果你是初级人 你怎么样出一道题去为难学生 你不可能让他直接背定理 所以就出现了 接下来的拉格朗日中枝定理的使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内容 第三块 继续啊 我们来看第三块 拉格朗日中枝定理的应用 这是第七个定理的应用 看到25页 看到25页 我们来谈这个事情 这个公式啊 已经给大家写了一遍 写在这儿了 当然说过了 FB减肥 感应FB减肥 B减肥 比相B减肥 可适数月比 或者有的时候呢 出体人喜欢干的就是 把B减肥肥就盛过去 是吧 盛到这边来 然后写成FB减肥 等于F1B可塞 请B点 可塞取为A2B 这个都可以的 好 第一种思路 明天然把 这个研究对象F化 画得复杂化 复杂化的意思是说 这个F本身呢 可以是一个比较形式 比较复杂的谈讯 看看学生是否能够识别 比如说第一题 假设Fx在B区地连续开区间课导 请你证明 存在可塞属于A1B的开区间 所得B的被来复 B减去A被来复 等于这么个表达式 成为B减 大家实际上 就这种问题 随你看 怎么看都可以 讲完诺尔在讲拉格朗日 肯定还是有道理的 什么道理呢 大家有否发现这里面 敏锐地发现 成绩倒数的结果 成绩求倒数的结果 听这种意思吗 这谁成绩求倒数这个东西呢 这明显就是 U乘以V一匹 加上U一匹V 是吧大家 U一匹V加上U一匹是吧 这么说吧 谁当UV这个跟我说了 比如说这里的F没动是吧 这里V一匹是不是乘以E 再加上这个U一匹 是不是叫F一匹了 再加上V没动 是不是叫X 对不对 我改过改写一下 比方这条是吧 所以大家自然会想到 这明显一点是 Fx是不是乘以X 那东西是吧 Fx是乘以X 所以这个符大法 对我们来讲的话 如果你已经把这个 这个 求到我们的利用法 或者基本还用法 很熟悉的话 这个是不难的 所以第一步令 我直接写了啊 我们的大Fx在什么 是不是小Fx 是前乘以X 对不对大家 所以这样一看前面 也看得出来啊 是吧 这不是B被FB A被被FB嘛 是吧 所以我们对 这个大Fx在A B上 用 拉格朗日中置定理 一般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可以写拉式中置定理 这个也可以的 你如果这个数字架的名字太长了啊 你不想写 一般人写 就是写这个翻译过来的汉字的首 首第一个字啊 然后我们就试就可以了 大家不学专业的数学啊 比如说极限定义 那个人的极限定义 这个名字叫威尔斯特拉斯 威尔斯特拉斯 大家记不住啊 德国人的 德国人名字啊 翻成中文很长的东西 所以大家叫卫士就可以了 卫根据卫士定理 就是说 拉格朗日叫拉士 就是这样教诲 但是你罗尔 你不说叫罗士 你就两个字 你罗尔还叫罗士 泰格朗日叫泰士 这个没意思 两个字就两个字嘛 是吧 好 那这样我们写一下啊 我们后面啊 你比如说你到了 盖利诺书的统计里面 有好多定理啊 名字特别复杂 比如说什么 雷威尼德伯格 中间定理 还有迪姆夫拉布拉斯 中间定理 这名字你记不住 记不住 你到处可以写识 这个倒无数多 或者说 比如说你写这个 雷威尼德伯格 你不会写识 列为零德伯格 中间 列零定理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你第一个字 也和字表写出来 写出来 否则人家不知道 你到底写的是什么 或者你被公式的时候 你被定理 被住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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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东西 还是要会的 好 那根本就写了 那不就行了吗 是吧 字叫A B FB 就是小FB 乘以B 减缺FA 小FA乘以A 就等于 大家看 它写的是成绩形式 我们就按这个超出吧 大家 所以F1 注意的是大股球导 大股球导是 X球导 剩下FX 带可塞进去 加上F球导 带可塞进去 可塞F1 可塞 乘以什么 乘以B 结束了 照超 基层可塞 属于AB可塞 因为这个 热身题 比较简单 我就不再啰嗦了 所以在考试当中的话呢 将F复杂化 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要把它识别 经过多年的训练 以前 这本人就是考验题 以前啊 吃这种题 还是难救学校 现在对大家来讲 这简单像个意义 是不是 我只希望在 如果出现四分的选择题 在情况下 你不要选错了 这种表达事 来文气 人家送分给你 这百分之百 是送分题 是吧 你不要出错 第一种 F复杂化 第二种 接下来 这个是有比较高层次 打个性啊 给出相对高级的条件 请你证明 低级不等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二和三啊 这两个肚子 大家一会儿打吧 两个打个性啊 这两条是考验命题当中的一个基本思路 这个是基本思路啊 要这么多年来考试 这个考试是极多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回这个定理啊 为了不要影响大家啊 我就把这个 这红笔就插掉了啊 好 大家看这个啊 我问你打 拉克朗是中置定理 左边右边啊 是不是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大家看看啊 这个是不是应该叫 相对高级 因为它是球导的 是吧 相对高级啊 因为一级导数 一般不叫高级 但是我说是相对高 听得懂吗 那当然这边是函数 是不是相对低级 对吧 所以从初期人来讲的话 他就这样初期了 如果他给什么呢 给出高级条件 大概是可以推出低级的关系 一般会正不等事是吧 因为他不得零啊 不得零肯定是正FB和FE的不等关系 能听懂吗 或者说 我给你低级条件 到底很简单 我给了低级的函数值 肯定函数值不等 是吧 让大家去推这种高级不等事 你能不能证明 关于一级导数的这种关系 这样说可以吧 甚至他还可以提高级数 了解 就本身 大家想啊 如果本身他已经是导数了 明白为什么吗 本来一级条件的FEP 减FB 这是不是就两水线了 对吧 这个都可以的啊 所以他注意 高级推低级 或者低级推高级 就成为了命题的一个方式 比方说 你看这道题 假设 二阶导数 小于零 你看到没有 各位 请你证明 函数不等关系 看到没 是吧 我再说一讲啊 他实际考试当中 他是有一个 这个基本的态度的 抽一道题 不能让你 马上做得出来 他跟你看 他跨着一阶 是吧 跨着一阶 我也不怕 那么总之 我们的方向 是把握准的 拉格朗日 可以联系这个东西 但后面 如果说出现 直接联系 这个差的 这个高级的 我们后面 是吧 还有太多公事 对不对 所以总之 拉格朗日 或者太多 会帮助我们解决 高级和低级的关系 比如说这道题 就是这样 首先第一条 大家看看 这里面有多少个点 你要不要发现一点 是不是零点算一个点 那么X1是不是一个点 X2是不是一个点 X加1 X1加1 是不是又是一个点 我希望大家记得比较 多点 最好画图 给我把这几个字写下来 如果出现在 命中之定理的贴数 它出现了多个点 大家一定要 最好 要画图出来去分析 多点 最好画图 你别想 敢想 来我们把图画边 这个就应不了然了 大家看好了 什么叫多点画图呢 大家想是不是有一个零点 然后认给X1 不等X2大一点 这考题 那么这认给 我请我们查掉了 那你只要认给的话 我们不妨假设 这个我们自己来的 是吧 比如说不妨 假设 那你不等吧 肯定有大和小是吧 比如说X1 小X2 不妨假设 X2小X2 那我在图上可以写 比如说这是X1 这是X2 可以把大家 就它俩都大一点 但不相当 是吧 X1加X2呢 那就再大一点 X1加上X2 大家看是不是至少有这四个点 对吧 四个点 然后的话呢 你想啊 然后你想啊 那肯定接下来的问题 就实际倒是 这个 怎么应用巴克朗日 实现高级到低级的推证 是吧 那推证的话 那这个比也就很清楚了吗 你看 我这里F0是不是0啊 你得用上它 F0区别 这里根本是不是 FX1 算不算 算多少 大家讲一个0点 一个X1点 我是不可以使用 拉格朗日中定的 这样一用的话 是不是低级高级条件 就实现了 你看啊 那我对FX在0到X1上 使用拉格朗日 是不是就写出来 对于在0到X1上 这个区别上 立即推 我说不叫FX1减去F0 等于F1比尔可色1 乘以X1减0 能听懂吗 我是不拉格朗日出来了 我把这个缩小一点放这儿啊 是不是乘以X1减0 是吧 大家 我不妨可以把它叫做一式 这个可以当做第一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 大家在用什么 那我必须把你命题里面实现 要实现的这些因素都出现吧 当然这两个是不是相邻的点 一般啊 大家要找相邻的点去研究啊 一般不会跨的点研究 是吧 因为什么 相邻的点研究 转之后 你会发现这可色不一样 对不对 你如果跨的点 随便找两个点研究的话 它只要有区间交叉 那可色是不是就说不清楚 一样不一样了 对不对 一般实现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第二个 我们在X2到X1加X2的区间 再来一次 这样的话呢 拉格朗日 在这FX1加上X2 减去FX2 各位是个等约 F1' 这是不是可色 可色二 残疑也 那么就是F1加X2减去X2 这就当了二十 对不对 大家 有的时候我说 你为什么中间这个规模 我说哪个规模 它对X1台再问就用 我们说一定不能用 你现在已经找到了四个点 四个点 实际上大家看 是不是都可以围出这样三个区间 我们不排除任何区间可以用 这个体如果中间不用 不代表下个点就不能用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去强调说 我只是强了一点 最好相连两个相连一点的用 是吧 这个待会你会发现 用不着这两个 你作为作题 你可以写吧 写完之后 你发现它用不着 你把它擦掉下去 是吧 是这个意思 就是相连的用 不要跨着点用 你能听我意思吧 我再说一遍 跨着点用会出什么问题 比如说 你现在是 A B C D 你不要跨着点用 为什么跨着点用 你比如说 A C用一次 拉个脑子 你这个猫的可思 是不是在这里头了 你在 B 猫的在这里头 是吧 你在 B D用一次 是猫在这里头了 它如果出现一个区间重结 是吧 你搞不清楚 这可思 谁是谁了 对吧 你实现不了 你这个正义们 所以不要跨着点用 一般都是 A B啊 C D啊 B C 是吧 这样的一句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大家实现了这个结果了 为什么实现了这个结果了呢 我稍微整理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数字实际上就是 F X E 等于这个东西成H E 对不对 是不是 成H E 没错吧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没有 这个擦掉了 是不是叫H E 你不理我 算不算 就在H E 我这好擦 你实际上应该重写一个 实际上你应该重写 我的位置不够 好 大家想 二阶导书干什么用呢 像你一步一步往外走 是吧 你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东西了 大家想 你这个一是二是的右边 是不是都是F1片 而且明显 我们知道这里 可塞一是不是小于可塞二 说了 你看 这就是能明确知道 可塞大会关系的一个条件 就是不同区间有 是吧 那大家知道 可塞一 这儿是严格小于可塞二 好 大家琢磨吧 二阶导书小零干什么用 立即推 一阶导书 是不是单调减少 对了 是有这条件吧 那么一阶导书单调减少 由于现在可塞一 小于可塞二 是不是自变得越小 含数值反应越 是不是越大 这会实现 F1片 可塞一 是大于 F1片 可塞二 对了 这不就正出来了吗 怎么正出来了 大家看 X1是个大于零的 X1是个大于零的 那大家想 既然这样成为正的数 是不是右边依然保持这不能关系 就谁 就一式的右边 是个比二式右边大 能听懂吗 也就是一式的左边 比二式的左边大 我说清楚了吗 这样的话就可以推出来 于是我写这儿了 立即拆 你底下没空写 我写这 我们觉得 Fx1是大于 Fx1加上x2 减去Fx2 那是不是写这儿呢 大家看是正好 是这个 是要不上 你把Fx2挪过来 一线过来 就得到了 Fx1加x2 小于 小于好 他小于 Fx2加 证明完毕 这道题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考验真题 它就通过 低阶和高阶的关系 所以我就说了 如果大家见到 低阶和高阶的条件 我觉得你能想的 因为咱们现在是按 这个基础阶段 一点一点想 你能想的 我想主要就是拉开脑子 或者是后面的台课 是不是 或者在那 这个其他的没有啊 你其他的这个角度上来 讲的很重要想的嘛 是吧 你考验大方 你就这几个定义 是吧 你逃不出这几个定义的 实用范围 好 我们再做一个 巩固加强 我们来看一下三 一样道理 一样道理 给出相对低阶的条件 你去正高阶不等事 给出相对低阶条件 你去正高阶不等事 这个思路上是一致的 我就不说话了 反正就是看这个等号 说从左往右推 还是从左往左推 对不对 这意思 比如说 F2大于F1 F2大于2到3 Fxdx 请你证明 二阶导书 效应 单念就念得出来 是不是根据低阶条件 推高点 所以不就不用罗嗦了 是吧 不用罗嗦了 这个点的话 大家画起脱离很简单的 是不是叫 一二三 是吧 目前看到的是不叫一二三 好 大家看这 F2大于F1 你就不用犹豫了 一二之间是不用 拉个老人 所以大家写了 F2减去 F1 是不是等于 F1皮尔可生 1 是不是乘以2减1 我就不写了2减1了 大家想 这是猫的1 可生1 同意了 刚才我说的 不算难 大家想 由于F2大于F1 是不是直接写 这个人 是不是叫大于 你就实现了 有低阶条件 推高阶段的东西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F1皮尔可生一代人了 是吧 好 下一个 F2大于2到3 F1DX 这儿大家 是不是写一句话 在这儿 我们现在是 见到了一个 是不是定积分 我前面有没有讲一句话 见到定积分 如果带着抽象 函数定积翻 立即先用什么 积分终止定理 处理一下再说 现在吧 我记得是上帝和讲的 大家再往前翻 我是不是专门写 我这句话了 我肯定查掉了 在我印象当中 我是讲过了 但是我是不是查掉了 在哪讲的 是不是讲到 这个助力时候讲的 各位记得这事吗 你是不是翻到了 这个题目 你往前翻 大家翻到这个助力 22月最下面一行 那助力 想起来呢 我有没有写这句话 因为我这屏幕上 我不经常擦掉 我擦掉 不代表你要擦掉 你要把它记在脑子里 我再念一遍 凡事建造 从你们抬头看一眼 这里的是不是也有 车上来 凡事建造积分 A B F F 你记住 只要这个小F 是抽象的 这样定习翻 你可以先用继分 继分继续定义 处理一下再说 是吧 这个往往会达到 影响不到的效果 这个思路在 这这么多年考验里面 它就成为一种什么呢 命迹风格 你知道吗 这种命迹风格 你把握住了 这个就是 你比如说 知己知彼 百战百战 你跟对方打仗 你记住啊 你跟这帮敌人啊 他是有 他的作战风格的 是吧 你要把握住的风格 你肯定 你就是会应对的好一点 你要完全不熟悉 对方的套路 这个不行 是吧 这个道理是 还是好理解的 就是跟球队 比赛一样 你熟悉对方的 这个作战风格 马上是世界杯啊 又来了 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 照这段时间的话呢 是一个 你们重要的考验复习期 和期末考试的时间 所以就不要看 哪有时间 这时候看世界杯 是吧 而且没有中国队啊 没有什么意义 有人问 什么时候有过中国队 这个问题问的 蛮好的 中国会实现伟大福星 伟大福星功能 包括执秀 你可以去期待这一点 慢慢的 好了 先用积分钟离出现 是吧 我直接在这就可以 做个批注啊 我直接在这就可以写了 怎么写呢 大家直接来一个批注打过来 它等于什么 先用积分钟离出现 等于 根据积分钟值定理 是等于F 二到三的开区间内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好 那时候 现在我们看的实际上是缺着很简单 好了 大家写一下吧 F二是个大于F一塔 这三角二是一嘛 是吧 所以大家再用一次 叫F一塔减去F二 就FB减费 等于F一塔减去二 大家可思二是个猫在这儿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东西 好 乘以一塔减去二 是吧 大家 好 跟我一起念啊 那么F二大于F一塔 是吧 大家想是不是F一塔减一块 这是个小零 这小零吧 一塔是不是大零 因为一塔是属于二到三嘛 大零的 所以这是大零 所以由此可以推出来 F一塔可思一下怎么样 这是个小零的 对吧 F一塔小零 同学们您发现没有 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从低阶往高阶推上 两次拉克拉门的吧 还有一次吧 还有一次 你记住十分大题 怎么办法再来一次 两次不多 好 你写完了没有 写到这 我这无关键 我都给它擦掉了 无关键我都给它擦掉了 所以我就不用了 我都给它擦掉了 好 大家看这图 看这图 我已经得到了 是不是F一片可思一大零 然后得到了F一片可思二 是不是小零 我把这两条件 我把这两条件放好它 放在这 这两条件放在这 大家现在琢磨 我是不是有实现了 可思一到可思二 是不是再来一次拉克拉门 对了吧 三次啊 三次我用三个不同颜色的画了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呢 那就是F一片可思二 减去F一片可思一 叫FB减肥 等于F一片 是不是在一片 就像在了一片 是不是叫F两片可思 乘以可思二 减去可思一 好了吧 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了 大家知道 这个结果是不是小零 因为你是负着减正的嘛 这个结果是不是大零 很简单 所以可以得到 F两片可思 是小零的 存在可思 属于可思一 到可思二区间内 包含于一到三 证明完毕 看得懂吧 这个传统型的中置定义 在拉格朗里这儿 花费的笔墨 确实很多 然后它主要的角度 就是刚才这两个 人之常情 大家能理解吧 人之常情 低阶推到高阶 高阶推到低阶 这个是 依然在今天考验 依然在这么考 待会我给你看 2018年的考验题 它依然实现了 这样的一个思路 但是它没有用拉格朗里 它用的是后面的开论 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一点 但是低到高 高到低 我们在基础阶段 整个学问之后 大家会发现 跑不了这两个人 一个是拉格朗里 一个是开论 就是不等次 是吧 那就告诉我 等次是谁 就是罗尔 是吧 罗尔定的结论是等0 对不对 等0一向过来 就是A等B 因为等0 就A-B 等0是不是 那么不就是A等B 这就是罗尔 反正不等次 它都是拉格朗里 或者泰特的问题 对吧 好 这是第三个情况 接下来啊 四和五 它出现了近几年 比较喜欢考的东西 这 它把问题 具体的 它不出现 你看啊 这种问题 就是抽象问题 是吧 同学们说很难 要种植定理好难 其实不难 你仔细分析的不难 好 大家现在抽象问题 学的挺好了 他们又想办法 我给你 具体化 其实四和五 本质上都是具体化 先说一下四 有 F的不等的事 它是不等F的不等的事 这个中值的 主要 这可思 它是不是在区间 端点之间 是吧 你想啊 如果它今天 闭口不提 不提F的性质 什么淡尿增啊 淡尿减啊 什么二级导书 大零小银 它给你具体函数 所有的性质 是不是都得自己办 你明白吗 对吧 连续格导 怎么一级导 二级导 大零小银 你给具体函数 那就是 你就不要讲话了 你给我具体函数 自己办 比如说 你看这个例题 这明显 这给的是谁 二哥 他得来的事 是吧 那给了二哥 他得来的事 包括他的导书 包括收入情况 是不是大家都是知道的 自己来做 比如说这个题 我这个不是很难的 这个算是热身体 好 给具体之后呢 你就不能说 那么首先 大家第一点 是不是先把左边 这个写出来 开始吧 另 Lin Fx等于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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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好理解的 那么 我们在 AB区间上 对 小Fx 用 拉格朗日 中置定理 用拉斯中置定理 立即推 你写了 叫做 二哥 坦尼特 B 减去 二哥 坦尼特 A 比上 B减 我把这个 B减 是否出过来了 它就 改于 F1品了 求导师多少 二哥 坦尼特 是谁 一加上 X 平方分之一 大家想 是不是这应该写 可思 方分之一了 懂得意思吧 它实现了一个什么呢 实现了一个 把中置带到这个不等式里面去 带到这个等式里面去 因为中置本身是天生的不等 什么不等呢 可思是猫在一笔之间的 所以接下来就会出现一对的不等式 我这个意思 你听懂了吧 我后面还有题 我后面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题目 包括后面有一些综合性问题 还会实际到这个 我提醒你在这要注意点 在这要注意点 这可思本身可是有带着不等关系的 明白吗 那资本上本身有不等关系的 比方说这个题就说得很清楚 这可思在哪里 是否猫在A比之间 大家这写一下 我写在这 可思是在A比之间 你不要忘记 A是大零的 B是小一的是吧 这里可有五个点 哪个能用上去的王女生 是吧 哪个用的上去 要王女生哪个 大家首先第一条 这个B减A是否可以出过来 是否可以乘到这边去了 那大家就实现了什么呢 我现在只需要看一件事 是否把分母搞定就行了 怎么实现 A加可思放到2A变 所以是吧 首先第一条 你记住啊 你是要把它放大 对不对 你放大的话 你分不出来 缩小 分不缩小啊 缩小了才整个变大 你缩小的话 你一定往哪找 往哪找 缩小 你可思是否只能往A找 你要动可思 只能往A变 同意吗 所以第一步是不应该写成 B减A比上一加A方 你同意吗 对不对 再少 你这结果是2A变 2A变肯定是A方加B方的事吧 你是把一再往B说的交错 小于B方加A方 你听懂没 这个方向很清楚的 对吧 你在说没有 放大 你分子就不要动 那放大就分不缩小 分不缩小 你就只能把那个 不等式 一直往左边看 听懂了没有 那再加上很简单的 又由于什么 A方加B方是大于2A变肯定的吧 对吧 这个简单 这里A比都大零啊 它的平方合是不会得零的 是不是延的大于2A变肯定的 那么你把它这边又缩小了 是不是小于2AB分之B减A 证明完毕 这里头的要素 很多同学 有的时候在选择提 填重提升客观性问题时 有时候会把握不好 因为一旦具体化 那很多问题要你自己去讨论 不过这里我提醒的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可塞的一个隐蔽条件 这个人要注意 把他这边放缩这个问题 把它解决好 好 再来一个 再进一步 可塞的具体表达式 有的时候都能出来的 那这个是定乎什么 其实它也是F5的 具体化的一种考点 是吧 这道题选择一千题 但是呢恰好 我这个年份具体哪年 我记不记得 反正要么是前年 要么就是去年 考完真题 你就考过这个原题了 就这个题 这种题 这种题说实话 也不是没有出现过 这也不是说历史上首次出现 但这个问题啊 考到频率是不高的 这种题目还是很有 一些个综合性的 大家先告诉我第一条 他的Fx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是 这是给你具体还是什么 是吧大家 然后他身上把具体可塞的表达式 都想让你把它求实 不要忘记啊 可塞这里面是有重要的 不能关系的 是吧 要么是算出来 要么是不等式的比较 刚才是不能实际比较 那么这个有生存 可塞为Fx在0到T上 拉格朗日中之定理的重点 同学们 你发现没有 他是指示你在干什么 对吧 他是指导你在用拉格朗日 是吧大家 这比较狠啊 就像这事我给你办 你听我的 我让你写什么 你写什么 不可以发挥 我看来他是要求具体表达式 是吧 因为这个数学答应要微信啊 不能让你随便自己发挥 那大家先来写吧 叫F什么 叫Arc3T对吧 减去Arc30是吧 等于F1'乘以T减0 对不对 我想这个很简单啊 来告诉我 Arc3学到这一解 是不是根号下 E-X平方分之一啊 所以是不是叫 根号E-X平方分之一 那不理我 对不对 指导啊 人家指示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其中可塞在哪里段 是不是在0到T之间 你看我全写出来了啊 可塞是不是大于0小于T T是小于1 是不是 没错吧 但是现在看 是不是确实可以解出来 解谁 可塞的距离表 是不是可以解出来 我可以算不算了 来写出来 立即推 可塞就等于 大家把它写出来吧 这个不能Arc30是0啊 这个没有错 那么现在就是说 Arc3T出一顶吧 有吧 然后分个个过来 然后稍后就写吧 稍后就写吧 这个东西是这样啊 我现在得到的表达是呢 是Arc3T 这个等于 根号下 一减可塞方分之T 是这个吧 所以立即推 你把这个T除过来 把它翻过来 就是根号一减可塞方分之 是等于T比上Arc3T的 是不是啊 然后一平方 这是平方 这是平方 然后一减可塞等于 一减去T比Arc3T的平方 是个开根号 你倒不理我 算不算 由于可塞是不是大匀的 题目写得很清楚啊 可塞是猫在0和T之间的吧 故不需要开根号 不需要加绝对值 是不是啊 来写一下吧 所以可塞等于一减去 那就是T比上Arc3T的平方 在开根号 对了吧 你现在的话呢 应该是试图去研究一下 这个可塞比上T是吧 可塞还有除以T 你这样做了 这个Arc3T 我见到说 我是不是想换员了 这个表达是讲得挺复杂是吧 一般说来啊 这个换员法 我们还会讲啊 我们的这个事情 都要做基本学理计谈 见到复杂的东西 那我不要留的 尤其是这个式子 不要复杂 令Arc3T等于U 是不是可以令得新字吗 这样解决的简单好吗 你就算不令 好的你自己出 也不是做不出来 写三麻烦 我们做个换员 令 Arc3T等于U 我来问你来答 现在T是个去灵阵 我问你 T去灵阵词 又去什么 又去什么 是不是也是灵阵啊 这样Arc3的图里会化过 我问大家去灵阵 是不是这段过来的 那这段过来的话 是不是也就这样过来的 是吧 所以当U 这Arc3T啊 当T趋零正时 那么这个函数值 是不是也趋零正 能理解吧 这个U现在是函数值啊 对吧 这种基本函数的图像啊 你这个要把它搞清楚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的话呢 我的可塞就变成了吗 我现在直接写了吧 则Limit T趋零正 可塞比上T 也就变成了Limit 不是T了 谁 U趋零正 说T是不是等于3U 是吧 是的不是 怎么说那3U等于U 那个T就是在3U 你们一起选3U 是吧 T3U 所以是3U 然后看着看着舒服一点 是吧 比上3U的平方 比上U的平方 是这样吧 是吧 然后你出于T 出于T之后 就出于3U 是吧 你把它放进去了 因为大家都正的 是不是除以3U 的平方 放里面去了 是不是3U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了Limit U趋零正 然后直接来吧 大家一通翻 大家一通翻 这样通翻上去 各位底下是不是有个 上面是不是有个U方 减去3U方 来不定我算不算 底下变成是不是叫U方 乘以3U方 啊 U方乘以3U方 等下T化升级 U的几次吗 是不是4次吗 能看到吗 是不是到这步了 我问你答 我讲过没有这个 我讲过没有这个 我先问 走到这步都写出来没 写出来了啊 这基本的很能变成啊 这里我只做了一个简单 等下情况啊 就是3U方 等下U方 写出来一个4次 没问题吧 好 大家一起跟我背一下吧 你还记得公式吧 我们其实这个单级记得 X区零 X平方 减去3X的平方 等下才 3分之一 4次吗 记得这个吧 我又写了一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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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都要熟记牢记 你看看 考虑真题啊各位 这是不是直接就来了 这个到现在还没备旧的 复习到几点 你算起来上次加到几点了都 是吧 是不是这等价于3分之一 又4次方是吧 便是等一点 3分之一看就好 或者你写成 3分之更往3 更往3分之一 或者是3分之一都可以 这个 这道题啊 是现在考试一种 比较热门的考题 就是它把F具体化了 然后呢 你根据它的指令 它叫你干什么活 你干什么活 可以把中值比T的 极限值都算出来 极限值算出来 这个算中复题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一步啊 你明白吗 我们这么轻松 到这个答案出来了 这是因为你前面 有很好的积累 对不对 否则这一段 你是不是还得 好好的落比达学到 或者才能够讲 是吧 是不是大家 这种考题 在现在考案题里面 就如果是一个困难的年生 这种题只有4分 它不是大题 这是小题 填空题 填空题 这个拉开网日啊 还是有比较丰富的使用 这个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五个方案 大家要说 会把它去整理一下 第一个 F的超像化 是吧 就是把F搞得复杂一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给高阶推低阶 第三个呢 给低阶推高阶 第四个呢 是实现F的具体化 然后根据可塞的不等关系 去正不等式 对不对 第五个就是这种 甚至可以根据它的指示 把可塞的具体表达设置 会求出来 你看我脑子里想的时候 我说题目都在脑子里 我怎么可能记得住这些东西呢 题目在脑子里 这个东西你记得住 所以你拿到题目的时候 你不怕的 拿到题目的时候不怕的 那今年二零八年的压轴题 当然也是这种 我想大家看十八讲 我讲解的时候 你们提到我就吃起来 你如果对拉格朗日是生死之交 而不是一面之缘 我想没有那么难去处理这个问题 好 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拉格朗日的使用 照料 谢谢 谢谢观看